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广达今天的股东会是众所瞩目了 林白礼董事长梁正次副董都出席了 那今天林白礼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呢 他说呢这个现在就是AI爆发期 AI订单庞大这两年忙得不得了 很忙了very busy 大型CSP业者持续建立这些伺服器资料中心等等 扩大AI的基础建设 积极开发生成式AIGC 那同时呢他透露CSP业者一直在增加订单 订单接不完就对了 广达相关AI订单量庞大 他更直言说这几年忙得不得了 有望带动广达应收获利成长 林白礼就是说这些云端服务供应商 像微软这种CSP的业者 持续在建立资料中心来开发生成式AI 而且越来越多的语言模型出来 每天几乎都有新的大模型小模型 他进一步提到说 Chair GPT已经有4欧版本了 是深层文字 未来走向图像要更大运用 这其实应该不需要他老大哥来讲 大家也都知道 大家比较关心是广达本身如何 他说广达战略是超前研发 说笔电产品每年都推出新机 AI伺服器 每两年都有新一代的改款 车用AI电脑 每三年换一个世代 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等等 另外梁正次副董是说 AIPC市占率的确会持续的提升 不过他讲说不会那么快成熟 广达持续审慎观察 广达也有做 但是客户还没有真正出货 像是高通在6月18号推出的AIPC 7月8月MD跟Intel也会陆续推AIPC 他说他们有做 但是还没有那么快要出货 他说目前云端中的资料仍然不够多 不够广 不容易进行推论 所以现在提高AI伺服器的规模 然后增加认知范畴 前期商用 消费性目前还不够成熟 他是这样讲 不过也透露了 广达也有是在AIPC上面 也是有琢磨等等 这个是广达股东会的一些内容 提供大家参考 另外今天是金控股东日 什么富邦金 国泰金 中信金 开发金 玉三金 全部都举行股东会 同时也都通过了鼓励案 那另外也都 对这个景气方向 或者是说 整体营运方向 有说一些说明 这等一下有时间 再跟听众朋友报告 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来的是 基本面大师阿文斯 阿文斯你好 大家好 那这个美股也是很有看头 这个美股标普 纳萨克指数 纳萨克100指数 费成半小几次 连续四天创立新高 对 四天 四天 不断的创新高 现在不创新高 好像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对我们现在一张图就说 我们现在处了一个是什么 是革命 现在是一个革命的时代 你看这张图的话 是这个回答 它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发现这张图在之前 在2020年的话 这个叫Ampere Ampere的话安培 你可以发现它的速度的话 大概是620 大概所谓T-flop 就是浮点 每秒照次 然后到了所谓的A100 H100的所谓的这个Hop的时候 已经冲到四千 没办法 最近今年三月份公布的 这个Blockware是2万 你可以发现 从620到2万 这个过程的话 就这么短的时间 所以第一次的革命的话 是蒸汽机的革命 第二次的革命的话 是电力的革命 第三次的革命 是电脑的革命 那第四次就是AI的革命 现在处于AI革命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您这张图 在那个黄仁勋的演讲上面 他也有秀 对 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说 变成说当你回答一直这样 分割了 应该要整理了 但是其他的股票 你可以发现 每天跟AI有关系的股票 就大涨 首先你看一个叫Oracle 甲骨文的话 是当然跟刚才讲的 CSP那四个厂 不能比 微软 Amazon 博尔斯Meta 跟Google 是不能比 他是比较小一点 他还是大涨十几% 一天就可以大涨十几% 那个Chair GBT 要跟他合作 Open AI要用他的 他就有AI的概念 他就大涨 好 ProCam ProCam的话 他主要是所谓的Essic 就客制化的晶片 他市场率大概35% Mavea是13% 那为了这个所谓的Essic 就是像世新创意 M31这类型的股票 这个Essic的话 2023年到2026年 他的复合成长率是53% 所以你可以发现 ProCam 他就一下涨 也是14% 15%的大涨 他也落后补涨 他也突破新高 那脸那个 你说他真的跟AI 完全相关吗 好像有点碰到 边的这个所谓的 创意云 就所谓的这个软体 叫Adobe Adobe今天盘后 在美国股市 也是大涨特涨 所以我们说 涨到这个阶段 理论上应该是 应该是要涨不动了 因为已经涨这么多 这么多了 但是你可以发现 从三月份 公布BlackWay之后的话 大家更确立 因为你可以发现 跟Hub A100 H100 GB200跟A100 这个H100的话 你可以发现 他们的速度的话 是差5倍 是跳跃式的 所以这个Revolution 这个革命的话 正在加速进行 尤其最近 一向完全都不 这个不动声色的 苹果 也开始有AI了 所以如果苹果一用AI的话 有可能今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苹果的iPhone 16 可能就有9000万支的话 是有AI 那明年苹果大概有2亿 4500万支的话 可能会有AI 那连络后的苹果的话 也开始有AI的话 所以这个AI革命的话 就持续一直在做 不断的一个进行之中 那但是有些人都说 苹果这样算AI吗 其实苹果它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它之前用了西润 你如果讲1跟11 它有时候搞不太清楚 你才讲东讲西的话 它完全都有时候 甚至都解释了很差 因为一天有15亿的人 在用所谓的这个Siri 好 那这个Siri常常有问题 但这次的发表会 它跟Chap GP结在一起了 非常顺畅 现在一问Siri的话 它马上就跑出来了 因为有Chap GPT 它变得非常好 那很多人说 你只有Chap GPT 其实它是怎样 就是说 你讲了之后 其实它自己有私有云 所以它是在自己的云端里面跑 那你觉得不够 你就按个Chap GPT 它就你可以在Chap GPT 那如果复杂的时候 你可能就说 我要复费 这样 那原则上 它这个东西 跟所有用Chap GPT 不太一样的话是 苹果它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可以去查 你的资料有没有被窃取 所以你随时可以查 那以前的Chap GPT 都说不会 但是 什么资讯 资料一直被人家拿走 它解释不是我 也不知道从哪边来 也无从查几 但是 苹果它有这个功能 就是说防卫 你可以查这个东西 所以它的隐私性的话就很高 所以这个也是让苹果 虽然有Chap GPT 是用别人的 但是它Siri的生状度就变高 它的使命性也提高 而且过去苹果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虽然它不是花明滑鼠 但它的PC的话 它的MacBook的话 是把滑鼠 发挥到零零尽致 以后大家都用滑鼠 它触控也不是在花明 那因为它这个所谓的 这个iPhone的手机 把触控 发挥到零零尽致 那Chap GPT 也不是它花明的 但它有办法 把Chap GPT 应用到软硬体 非常适当 非常好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之后 它滑表会之后会大涨 但是我们认为 就是说 苹果虽然这样 但是它可能就是 本来今年意固iPhone 是稍微五个percent 但是可能成长五个percent 也就是大概就是 九千万支 大概就是可能 八百万支的 一个增加量而已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只有英文 而且它只有那个 比较间断的采用 其他不能用 而且大家还是会 有个想法 那我用Android系统 我一两万就可以用 我难道要花四五万块 才能够用Chap GPT吗 反正我手机买一两万块 Android系统的话 我就可以用 那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 我用手机就好了 而且联发科 它的AI的话 会有几个特色 快 因为它的 这个所谓的速度比较快 它有170亿个参数 比这个苹果高很多 强的话 它来解释 这个所谓的程式码的话 联发科是比较强的 E的话 因为联发科 进入了一个门槛比较低 可视化 所以反而 这个所谓的联发科 它的在AI手机的部分的话 它是非常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变成说 苹果虽然有这个东西 让它股价上涨 但是它的效果的话 大概就是 本来可能今年年底 它是衰退5% 那变成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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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說他就只能英文 而且是高端才有 所以他普及的話會到明年才會 那你就跟他講英文 所以為什麼他這次次後會長 他其實也有一些因素就說 你那個什麼數學很繁雜的程式 三條元素 你把它寫上去 他給你解答 他馬上就說答案是三 答案是五 很多人那個數學繁雜的程式 你寫上去的話 他沒有起碼就把你印算起來 這個學生在作業的話就很方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他有他本身的一個所謂的 很好的一個軟硬體的 一個所謂的優化的一個條件 但是他目前這個iPhone的話 今年底的話要大幅成長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不容易 反正以前那個理財計算機可以扔了 那什麼卡西歐的那種 我們都買過嘛 一台1000多塊 對不對 而且他這次 這次網路示範的話 他那個數學很難 我知道對啊 他那個 他很快就出來了 他就是那個理財計算機的功能 好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繼續討論 你覺得蘋果股價也是沒有大漲條件是不是 對對因為就是說 瓶蓋股 然後然後他剛好去吃微軟 因為微軟本來以後就說 有15億每天用15億的所謂的這個C類 以後會更多 那他可以裡面查一些所謂的那個各自的資料 那對微軟的話就很有幫助 但是現在這個因為他隱私做得很好 防衛做得很好 變成這次微軟打的算盤的話 哇就沒有了 所以變成說蘋果市場超過微軟的 他最主要是隱私功能 對對 所以變成說這次雖然用ChipGPT 但是微軟從ChipGPT拿到了客戶的資料的話 根本就拿不到 所以變成微軟這次就有點失算了 不是那個 OpenAI去跟那個甲骨文合作 沒有跟那個微軟的A入合作 這也蠻奇怪的 他們說自家人啊 自家人不找自家人跑去找外面人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所以甲骨文股價才會大漲 就是因為這個因素 那博通高通 要拆股嗎 這麼幸福真的 又有人賺到不要不要的 才會抖內這種 UJ是賺到什麼股票 來分享一下你的快樂吧 你這麼幸福 我們為什麼那麼悲苦 你哪裡悲苦 我有悲苦啊 我悲情啊 我都沒談耶 我都了解耶 怎麼這樣 不過我們都很 我們瞭解嘛 笑笑啊 這才是厲害 對不對 98新聞台 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我們謝謝UJ 給我們阿文師喝咖啡啦 好 那蘋果這次WWDC 真的是算成功 那同時剛剛阿文師所講 他其實就是所謂的地端 雲端跟外部端嘛 所以地端就是他自己的手機 的AI功能 那雲端呢 就是他可以用Series Series來用到 蘋果自家的伺服器 那如果你真的要連接到外部的話 你就是用OpenAI的話 那就是外部端 所以他的隐私保護的上面 確實是一個其他各廠跟不上的地方 因為蘋果本身他自己的那個 那個就封閉系統嘛 iOS的一個封閉系統 所以他過去蘋果本來就比較不容易中毒啊 這些問題 那我看到他的Series的功能 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呢 他生成 他可以把你手機照片 手機裡面的照片跟音樂 生成一段影片 另外呢他可以 你可以請Series幫你搜尋你的照片 這也蠻方便的 譬如Series幫我搜尋我的身份證 在哪裡 我就要帶身份證給別人的時候 比如說另外呢 那個Series還可以做筆記本的功能 他會幫你的文字優化啦 同時隱藏鎖定你的APP 不讓人家看到 另外有一個功能我覺得很棒 就是我們過去 蘋果手機常常按到那個手電筒 對不對 那你要去關那個手電筒 還要滑兩下 你直接叫Series說把你的手電筒關掉 他就會幫你關掉 對 他就說 我小孩子掉椅的照片 哇 這個過去只要有掉椅的照片的話 馬上就幾秒鐘的話 全部都收集 就弄出來了 所以他那個 在網路裡面 他在宣傳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裡面的那個軟硬體的東西 真的很棒 所以變成說 其實他真的 介紹這個所謂自己的AI 所謂的這個蘋果的intelligence的話 他介紹兩個多小時 但是他介紹 确的GP只有兩分鐘 所以他裡面就是說 他自己這一次 顯現了一些東西的話 確實是比想像好很多好很多 只是說 因為大家看到新聞的標題就是說 他AI是掛确的GPT 所以一開始大家就會有一個想法說 哇 他難道沒有自己的東西嗎 他都是用別人的 這找大家都已經用chipGPT的 那你這個已經漏後很多了 所以大家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過去蘋果有個特性 Only Apple can do 就是說只有蘋果可以做 現在是Not only Apple can do 就是說 不僅僅是蘋果可以做 其他人早就會做了 所以大家一開始 看他的這個說明會 那個標題的話 會覺得說 蘋果怎麼會漏那麼多 但是你仔細去看裡面的內容的話 他其實這一次 他的IOS很多的軟體的一個更新的話 他是進步非常多 他那個實用性是非常強 Geminar那時候很多東西 這是當然Google的Geminar的話 沒有列進去 他以後也會列進去 所以變成說 他以後可以弄的東西實在很多很多 所以變成說 其實在AI的完整性的部分的話 搞不好這個蘋果會比其他品牌的手機的話 他的這個所謂的顯像的話會更多 好 那瓶蓋股是不是值得注意呢 大力光已經連續大漲兩天 對 大家都覺得 沒有AI的之前 股價因為跌下去 現在有AI的大漲 對 之前的話 我們比較談論的話 原則上的話是易晶光 因為易晶光跟大力光比較的話 易晶光今年的獲利 可能從27塊28塊提升到36塊37塊 所以他的成長最多主要是那個潛望式鏡頭 因為他潛望式的距離很多 而且潛望式的鏡頭的話 一般的利潤單價比較高 所以他的利潤率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他今年的獲利成長比較多 所以我是覺得說易晶光的話 仍然還是有波動的空間 因為未來蘋果其實他的這個iPhone16 其實目前如果你看網路在推測他的一個 iPhone16的一個東西的話 一般來講我是覺得說是不錯 那我覺得iPhone16只要有一個問題解決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個蘋果 可能持續上漲的機會 我覺得現在只是說 這個我們認為就是說 本來易估今年是年底新的是摔掉5% 變成正5%來回差10% 但是未來要成長更多的話 是iPhone16的硬體也要改善 就是散熱 因為以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玩iPhone玩得很開心 但是燙得要命 因為他散熱沒有很好 那如果這次iPhone16散熱做得很好的話 大家就毫無忌憚的一直玩 一直玩一直玩 那個可能他的銷售率就要往上做 一個調升的動作 手機晶片他本身要那個效能 好像AMM那樣子不能太發熱 對所以當然就是他過去就是大家比較爭議的話 就是說這個蘋果的軟硬體非常非常的棒 順暢度很好 但是就是哇 一下子燙得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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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太熱了 所以變成我說他如果說這次iPhone 因為iPhone16這次一般預估他會更薄 他會更薄 他還有很多的東西 硬體的東西都會有很多的改善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詳細敘述 但是我是覺得說 其實這個所謂的台積電的概念股 還有AI的概念股 他會輪漲 比如說台積電概念股以前就說 就說現在連金財也漲了 連財益也漲了 我覺得他就台積電如果漲不動 其他他的概念的一些個別股的話 也會持續大上漲 那我們說AI 那AI以前大家都會散熱 不然的話就機殼 不然的話就是銅箔機板 再來就運輸電路板 那結果老吊牙這些股票漲了很多了 然後就整理 其實有一張圖我們可以發現 最近連那個加幣期 或者是茂林也漲 這個就是一個叫 連接器的 一個叫Sendis Sendis是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看就是說 它Blackware的未來的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的話 它變成這個連接器的話 叫Sendis的話 就是說你現在的所謂的訊號 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本來是交流店 你要改成直流店 或者是本來是類比訊號 你要改成所謂數位訊號 那左邊這一個的話 它是並行的訊號 你的影片 你的影像 我們請小邊擺一下 阿文斯這張圖 對對 你的影像 你的所謂的聲音 或者是你的資料 你的各方面的東西 那你回來也是一樣 但是你本來這個東西的話 是並行的 並行 左邊這邊是並行的 那需要這個Sendis的話 把它改成 變成序列 就是左邊是交流店 你電腦要用的是直流店 你就要變成直流店 等下又回到交流店 或者是本來是類比訊號 你改成數位訊號 又種數位訊號 改成所謂的類比訊號 這個的話是Sendis的話 這是個連接器的一種 所以最近的話 你會發現就說 奇怪為什麼茂林也漲 漲這麼多 或者是加幣期 今天拉漲零板 或者是波羅威 波羅威比較沒漲 那這些股票的特色的話 這設定值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說 要買這些 我的意思就是說 AI的股票 也許可能之前最會漲 是散熱 是機殼 是印刷電路板 是銅箔機板 或者是像所謂的滑軌 慢慢這些股票漲多了 漲不動了 它就會輪漲 那AI還是仍然是 大盤的一個主流的位置所在 所以我覺得說 台積電漲不動 它開電股就漲 那AI可能就是說 原來的促進漲不動 其他就漲 那這個的話沒有辦法 就是說目前 除非看到台積電 拉回超過10%以上 如果台積電 拉回沒有超過10%以上的話 你會發現 說真的 過去的話 每次台積電到夜線 碰到夜線 或者是說 這個稍微跌破夜線一點 馬上就衝上去了 所以變成說 你一定要讓它跌破夜線 才是一個停損賣點 那如果不是的話 它有時候就 增一下再供 增一下再供 那目前你會發現就是 在每個股市也這種情況 就是說 大部分的股票其實是不漲 大部分股票反而可能是下跌 但是AI的股票就漲 那AI的股票它會輪漲 那台股的部分 其實慢慢也是有這種模式出來 人氣的擬距不是一朝一夕 人氣要換散也不是一朝一夕 有時候人氣的換散的話 有可能就是一個突發的事件 或者是可能升息 降息這種經濟的事件 發生的時候才會崩跌 那不然的話只是一個整理的 一個震盪的一個情況 所以整個大盤的話 仍然還是以台積電 輝達為我們觀察的一個重心 輝達就天天創新高 你看美股又多少檔 蘋果 輝達 微軟 台積電的ADR 然後高通 博通 美光 全部創立的新高 最新交易日 你剛剛講到連接器 現在3665的茂蓮也是 最近也是飆到不得了 以前他就是一個概念 就說我是Tesla概念 Tesla一直跌一直跌一跌 他也都完全不漲 那一想到一有一個好的體材 馬上就大漲了 那就是因為AI太熱 所以他只要有AI這兩個字 那蘋果之前完全都不會漲 只會跌 那AI 大家認同他AI 本來以為他今年年底是沒有AI 現在認同他有AI 蘋果股價又回升了 所以有AI這兩個字 沒AI庫克都要下台了 庫克想說 連老爸都開始在賣我的股票了 還賣了那麼多 如果沒有AI我就完蛋了 之前大力光說 我們都沒有AI在路 然後蘋果說我也有AI 大力光就開始漲了 阿文師我下午去參加一個活動 我就問現場的人說 大概差不多三四十位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今年底要換蘋果手機的人 大家舉個手 幾乎都舉手 所以說我覺得可能不止5% 我不是說5% 我的意思是說本來易估是負5 後來變正5 那來一尾就差48 說不定搞不好一億支都有可能會不會 反正過去蘋果 現在應該是9000萬支的估計值 過去都什麼8500 甚至有掉到7500 那如果9000以上的話就已經算很漂亮 今年如果9000以上台電就沒到 台電最主要就是做晶片 你在狗怕 因為蘋果占到25%的營收 好 還有輝達占10% 你看這兩家35% 非常謝謝阿文師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